2.原始点医学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精髓一致 最能代表古典中医智慧的 是2000多年前皇帝内经中的16个字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齐气必须 热能充足组织器官运作顺畅而无体伤 即是正气存内 身体无致病之因 此时虽有病邪之缘 此因比缘不能和合 故邪不可干 反之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而治病 必是热能不足且有体伤之故 在诊疗上 中医所强调的是 辩证论治 故本培缘 即是通过辩体治 即药性 以采取恰当方法改善体质 辅助人体正气 使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 身体才能免于疾病的危险 从而达到自我疗愈的目的 代表古典西医的是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的医生 西伯克拉底 Pocrates 约公元前四百六 至前三百七十年 它有几句经典名言 一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 是真正的治疗者 2. 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力 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 3.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更为重要 因此 它的医学思想核心 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力 强调采取有助于人体自然预付的措施 使治人重于治病 与以人为本辩证论治的思想是相通的 所以从思想根源上说 古典中医西医都是内求的 以身体的免疫力自愈力为中心的医学 这一段特别把中医跟西医他们一开始强调体质的重要性 这里是引用皇帝内经 正气存内 血不可干 血之所咒 其气必须 你体质好 根本不会得病 如果你会得病 你的体质一定有问题 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 跟原始点强调怎么来改善我们的音 调音 你体伤及热能不足改善 既然没有体伤与热能不足 即便有病毒像这种传染 你也不会有症状 如果你会有症状 你避难本身就有体伤才会 西医也是强调体质的重要性 原始点医学 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切入 通过时证 发现没有异法 也没有医药可以单独治病 所有的手段只是一种原 终需内球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原必须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防治疾病 促进健康的目的 这个独特发现 正与古典中医 新医的智慧不谋而合 尤为可贵之处有二 一是通过一条脊椎 与七处找出压痛点按推 不仅可快速解除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还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已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使证疗得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二是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 知有无 就可分辨疾病之轻重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此即轻重症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重病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如此才能针对病情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有病可速遇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亦可强身增受预防疾病 使中医固本培缘 及上工致胃病的保健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由于原始点医学在按推与热源应用上的突破与创新 因此才能拨云见日 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并从生活中 以医疗保健支援所做出来的众多案例 进一步证实了热向症状并不表示热性体质 因而能够将中医经络理论 四诊心法及一针二九三用药 进行全面的简化与改良 使其脱胎换骨 形成了诊疗合一 以及更易普及的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保健医疗方法 好 继上一段 再来谈原始点 它的一些基本理论 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不是一开始就有理论 它是通过按推与热源的实证 发现没有一个方法 或一个药可以单独治病 它一定是要你体伤改善 或热能不足改善 身体自然就可以达到自我修复的能力 真正的好是身体自我修复 身体本来就有自意力修复力 我们用各种方法 只是把这种自意力修复力提升上来 甚至免疫力也可以这样说 提升上来它就可以达到自我疗医的目的 从原始点来谈 原始点在诊疗方面 有两个最为可归之处 一个当然是按推 按推一条脊椎脊七处 它不仅可以快速解伏他数体伤 能够使疾病如果有病可以使疾病立刻消失 如果无病也可以在按推的过程中 让疾病消弭于无形 在按推的过程中 有效无效就可以变出它的体伤位置 同样你没有病 你也可以在一条脊椎脊七处按推找出压痛点 找出来的压痛点就代表体伤位置所在 没有病也可以达到按推就可以诊断与治疗 融合为一一步到位 这是之前我们谈过的 是所有不管西医也好中医也好 所未曾出现过的 按推这个动作就可以达到治疗跟诊断 一步到位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只能说真的 前五古人啊 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法 才会有我说的很可贵 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 这种按推能够诊疗合一 古代是既不成文也不成见 把我们的医学能够融合在意 以后应该也很难再有这样的医学出现 也把整个医学能够跨了一大步 要不然我们的诊断跟治疗是分开的 西医更不用说 光检查就花了很多天的时间 金钱 治疗又是另外一个方案 中医也是一样 他辨证之后才来论治 我们不是 是私治的过程中 诊断与治疗已经融合 这对中西医都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项可贵之处 通过观察症状 看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如果有这个就是重病 如果没有就是属于轻重症 这里知道疾病的轻重 我们就可以决定治疗的方案出来 比如轻重症应该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重病就应该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这个很快速 也是把诊疗完全融合为一 观察症状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治疗 有了这两个诊疗 融合为一 第一个可以变体伤位置 第二个又可以变疾病之轻重 所有疾病在这两方面能够做得到位 几乎治疗跟诊断 已经可以达到完全结合在一起 如此诊疗当然可以达到加速疗医疾病 甚至还可以使重病患者转为为安 如果你没有疾病 也可以用这样的诊疗方式 刚刚前面已经讲按推 本身就有诊疗合一 他无病你用的这些观念 也可以达到强生诊寿 预防疾病 有了这样 中医就可以更完善 中医之前我们说的 他要提升症气 一定要从物本培研下水 你要达到上工智慧病 如果没有按推诊疗合一 这只会沦为空谈 这对中医要达到 养生保健 或是治疑病都有帮助 最重要的原始点 他是做出来 是由按推与热炎做出来 包括诊疗体系 还有一些因缘果的理论 都是在此建立起来 他的应用的突破跟创新 我们才能够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如何解决这些呢 都是从生活中就可以做得出来 生病你按推工具就在你身上 你不用特别去找 只要懂得开关在哪里 按一按也可以达到绝症 如果患者是热能不足 也可以用一些日常的电热器啊 红豆袋啊 软贴啊之类的 可以来补充他的热源 非常方便 这里特别强调从生活中 这样就可以做出很多案例来 也因为有了这些众多的案例 也可以看清楚 证实一些热项症状 并不代表热性体质 在中医 他们会把热项的症状 当作等于体质 症状是属于果 体质是属于因 热项症状的果 变成热性体质的因 这个不合逻辑啊 果不同于因啊 中医在这一部分 他们常常辨证是 通过观察这些热项症状 来认为我们体质 真的有热性体质 要开含良药 在之前我也有讲解了 在《论热能》这一篇 也有若敏 比较可惜啊 我每次看到这一段 就感触 我身了 我本身 早期也行医20年 中医他们的思维 我都很清楚 从原始点的实作上 确实证实了 这些热项症状 它常常是属于 症的不适感 眼干涩 或口干涩 眼干涩 这些在中医就是热项症状呢 问题我们按推完 它开始嘴巴口干舌燥 就开始有分泌口水出来 口干舌燥也可以当下可以缓解症状 缓解之后你再温敷热源进去 它就进一步更能够完全解症 眼睛干涩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就更证实了 手法到位 还有热炎到位 这些看出来的 好像热项症状 好像是热性抵制 事实上就不攻自破了 我常常感慨的说 很多中医 目前面临这个问题 还会开出寒凉药来 我想如果有沟通的管道 我很希望中医界 能够把热性体质 这些热项症状 他们认为是热性体质的 找过来嘛 我们原始点可以马上立刻做 来证明 医学是要治病 不是靠理论写的有多美好 不是这样 医学既然要治病 马上就可以实证了 不用怀疑 到底原始点讲对或讲错 把患者带过来 我们立刻解症了 他一些热项症状 我们如何当下来帮他处理 这样不是大家可以答案就清楚了吗 可惜好像这一个管道 中医只是对原始点的不了解 或许会有一些批判吧 这个是蛮遗憾的 如果他们对原始点了解 手法又到位 应该是不至于 也有很多中医师 好像看懂 问题他手法又不行 也没有做到位 这些热项症状 他就一直没办法解疑 那原始点不是可以剁得出来 那为什么我按又按不出来 这个我也感觉 这一点确实要 我们做给他们看 今天剥了原始点确实重要 我按这些重病 口干舌燥很严重 一直饮不解渴 我上次也讲 几乎前后按了20分钟 15分到20分钟 他口干舌燥才慢慢缓解下来 这个如果以中医 你用什么中药能够缓解 是很难的 这一段每次读到这里 就感慨蛮多了 原始点 马上当下就可以做出来的安逸 中医还在那里 真直不休啊 他们有刚开始我们来看 中医 他早期 从皇帝内经就有寒热的辩证 到张仲景 张寒论 也是 光太阳病这一篇 不只用温热药 里面也有用寒凉药 像大青龙汤 有时候还会加石膏 或是像白骨汤之类 也是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 到后来的 人生就更多了 有些 像温补学派 也有到明清的时候 温病学派 到后来又有一派叫火神派 常常在寒热之间 不断的争论不休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医本身就这样矛盾 原始点有手法 有大开关 可以做到诊疗一提 才可以把历来的这些问题 可以做出来 也能够波音间韧 明了这些所有疾病 真的只有热能不足啊 体寒啊 再来就是开关一定要按推啊 这样才能解决疾病 如果中医能够这样 原始点我也是从中医过来 中医跟原始点事实上 是有很多相同的 在一针二咎三用药上 原始点也是啊 它的针就是针灸穴位啊 原始点是按推大开关啊 都是可以解证啊 纠跟药就是外内热源嘛 了解了不就是按推以热源 那这个不是就可以简化了吗 还有诊断与治疗 在外治法中医是用经络理论 在内治法开中药的时候 透过试诊心法 原始点不用啊 原始点它不管内外治法 都可以通过观察症状 来变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治疗原则 我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 全部都涵盖刮了 我们说进行前面的简化与改良 使中医能够怎么样脱胎换肤 最后达掉诊疗合一 而且它没有侵入性 而且又非药物 哇这个更容易推广 民众也容易使用 这个才是我认为 把医学生活化的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好中医如果能够这样 我相信中医得了原始点这些创新的概念 我相信中医会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总之古典中医西医强调的 人体本有的正气或自愈力 如果说过去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 以致逐渐被医学界所淡忘 转而极力外求仪器检查 以及药物功效与手术疗效 随时诊断与治疗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原始点诊疗合一 与保健医疗方法的诞生 中医可为此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正气激发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功能 从而达到有病可素育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预防疾病 所以原始点医学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 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 由博反约化繁雷剪的大胆探索 以促持医学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落实于生活中 这一段再继续把中西医的问题 也点出来 这一段比较偏向谈西医 我们来看第一段 前面也谈到中医 西医的部分也因为原始点有了 按推与热源 可以很清楚的看清 看清楚西医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保健一定要用热源 就像中医的灸跟药来改善体质 原始点就是外内热源 西医没有这一套 他只有医疗 不管是用药或是用手术打针 都是医疗而已 没有保健功能 而且西医进一步又把它复杂化 比如他极力外球仪器的检查 还有手术疗效强调手术疗效 或药物的功效一直不断去研发 这些都可以看清楚 把我们的诊断跟治疗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本来医学是要化繁为简 让民众能够更容易理解 更容易得到保健养生的概念 甚至有病也懂得方法 我们的医学去走向复杂化 民众再也没有办法 如果照西医 你看仪器又要那么精密 好像只有仪器 才能知道我们身体的结果 还要有手术 都不是一般人能做 也就是医学越走 越远离人间了 就是这样 还好现在原始点 有一点反谱归真 回归自然 原始点有了这样 诊疗合一的保健医疗方法 就可以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我们的证气 激发致抑力 从而达到如果有病 能够治医疾病 无病也可以抗扰 征受预防疾病 最后的结论就是 原始点医学真正代表了 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神 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 由博反烟化繁为简的大胆探索 这也是医学有史以来 越讲越精简 我们医学发展是 越来资料越多 能不能要读的书 越来越复杂 西医也是这样 中医也是这样 而原始点恰好香港 他把繁复的医学简单化 让民众一听就能听得懂 这样的目的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一句话 希望促使医学 不是只有医院能使用 医学能够落实到民间 促使医学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最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医学就是生活化及医学 这样是没有分的 以后生病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就可以治